胜利在不成司法宫内 堪称是东南亚第一所儿童性侵罪案法庭 今天正式审理首宗案件 首位在儿童法庭面空的被告是一名43岁华裔男销售员 他被控上个月27号早上在吉隆坡一家酒店内 对一名只有17岁的少年做出猥亵行为 抵触刑事法典第377之第一条文 一旦罪程将被判监禁20年及边吃 被告拥有两项犯罪前科 法官批准控方的申请 拒绝让被告保释外出 并责定此案8月8号过堂 以等待受害者的医药报告出炉 焦点转向马六甲爱吉勒地庭 一名42岁印翼罗里斯基 涉嫌2010年9月在野心 先是拐带一名12岁男童 然后怂恿和幼使另外一名15岁少年 离家到附近的棕油园 今天面对两项控状 被告皆否认有罪 但法官不批准被告保释外出 以免被告在外骚扰受害者 此案则定8月2号过堂 在芙蓉法庭方面 一名32岁司机昨晚7点 被陆路交通局执法官员 截停盘查时 拒绝听从指示 尝试开车逃跑 结果撞上了一辆轿车 继而引发六车连环撞事故 司机最终被省之于法 警方今天将嫌犯押上芙蓉法庭 申请延长扣留 法庭最后批准延扣嫌犯 直到来临的星期五 警方透露 嫌犯被盘问时 承认自己因为驾驶执照 和轿车入税已经到期 才慌张逃跑 但嫌犯坚称 有关复制车属于女友 而不是自己的车子 NTV7综合报道